他在木端做了一个狼跳和劈腿跳 剑子后直 交换腿接环 看得有惊无险 挺身前空翻 第一组的技巧 小翻 拉拉提 接上就更好 接上的话能够加0.2 DBC 中间调整 动步法或者说是有停顿 这都会很可能会导致连接失败 这就是为什么一套动作比下来 实际上你得到的分和你编排的难度分不太相同 临场发挥是很重要的 刚才看的是CC的混合连接 然后后面又是一个地组的舞蹈 跳步转体都属于舞蹈 去两周下 中国选手的跳步确实是用再慢的这个慢动作回放 你看都挑不出太多的毛病了 首先开度就非常大 远远超过180度 江玉元 队里老将了 高低杠 我特别欣赏他比赛之前眼目光里的那种坚毅 分正涛 然后接一个分腿特卡切夫 然后是帕克空翻 递转 0转 0转180 三个亿了 再接一个地 这样就是三个亿一个地的连接 下 下的时候有点没有控制住 他自己都觉得不太好意思 杠上完成得很好 姚金男14.80 刚才的高低杠 陈诗华13.1自由操 开场直接用飞行 接飞行 他的动作你看得感觉很快 就是他从上气线到下来很快 但实际上他已经把自己全部难度 就是编排完成了 他数量一个都不少 你取他最高难度的时候 他全部都存在 好 现在这一轮 比赛已经结束 开始接到下一轮 目前的歌队成绩 现在我们看到是9到12位的排名情况 经常home 所以我们看到是11 Tribun 第",4号 下轮 下轮 读得 所以能读得 注意 下轮 3号